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家聰 今天繼續我們R.I.P 今天我們這個嘉賓 不得了 這期應該是很多人都會 有看他的電影 有聽他的歌 還有我們萬眾期待的 Hey Yo 給掌聲 Hello 家聰 哇 OK 你好 你好 Hey Yo 我OK的 沖沖我OK的 OK是指 我會加沖的 你會加沖 這樣又如何 有品味 不會走青的 這些才好 綠色是健康一點的 我前陣子就在 有些觀眾的問題 我只是代他們問你 所以只是代他們 那一間有什麼可能 有些問題不太好 都不關我的事 我先戴頭盔 好 代理商來 沒錯 代理商 哇 OK 馬上有些資料 還有呢 因為我前陣子 其實我有做直播 我就有跟觀眾說 接下來會做訪問 他們就要求我 叫我和你來一個 Feed Style Battle 你不早說的 因為要Feed Style 是吧 對 我一早說 我怕你就可以準備 那我不跟你說 我就可以準備 你對的 那我就可以穿鬆一點 好 來吧 策略就是這樣 不過未來 我們先問了問題 因為我怕一開始 就來的話 我怕我沒有心機 再做下去的訪問 那我們就問了問題 我們最後就來個 Feed Style Battle 就是這樣 好 今期你們那邊流行 我說完口都震了 口都震了你 OK 我現在平伴心情 既然來到這個 Really Important Person 的節目 對不對 這個是什麼來的 Battle 好 那就正式開始 來吧 OK 好 OK 那第一個問題 就是觀眾問 一開始為何會接觸 Rap 和 Hip Hop 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吸引 其實那時候小時候 你會很想 試一下一些東西 例如接觸這個 主流潮流文化 這樣的東西 買一些 CD 開始試一下 找一些偶像 買起起起 買了兩盒 試一下買 LMF 我試一些東西很極端的 然後就去試的時候 我也想試一下玩Punk 那時候 問女朋友借了一條紮身褲 穿了一條紮身褲 但是她不借給我 然後我就開始走 Hip Hop 的路線 所以你是買TWINS的 有聽TWINS的 有聽LMF的 是啊 是 那聽一下是什麼來的 第一次聽的時候 都會覺得 那是什麼來的 都會覺得不是歌 是什麼來的 哦 好 幸好你選了LMF的方向 有沒有想過自己選了TWINS的方向 你會怎樣 我不是TWINS的 但是最壞的 OK OK 你讓我再問 但是怎麼問女朋友借紮身褲是 我覺得挺正的 很想試一下穿 很想試一下投入一個文化 然後她不借給我 我就沒有了這個機會了 然後我就去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都會覺得GRAFFITTY很有趣 都會覺得 大版很正的 我拿來代步 然後去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後來你知道 噴東西一罐幾十元 一幅東西就可能 成千元 但是不可能跳舞 或者寫東西的成本低一點 門檻低一點 所以就會開始試 後來就覺得 那一群跳舞 對我來說 可能我寫東西會更加滿足我表達欲 然後開始寫東西 但以我所知 其實你小時候真的什麼都會玩的 TWINS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之前有看你 可能上二十四七拖 你一開始有玩花式籃球之類的 哦 接觸一下 你小時候什麼都喜歡玩一下 是啊 好 下一條問題 這個觀眾就問你 什麼時候有新歌 還有想跟你說一聲加油 但新歌要所知 最近是有首和舞派3的主題曲 還有我今次在電影裡 都有很多創作 但可能不會比較散見 但其實是貫穿了整個電影裡的故事 在不同章節寫了不同的RAP 所以裡面就不只一首歌 很多歌都是你創作的 是嗎 也有 是的 很大部份也有其他的音樂人參與 那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完成了 這個 就是《Cobot Park》裡面的創作 那接下來有沒有什麼方向 會寫什麼呢 之後 其實一直都有再做一堆歌 其實我覺得要差不多起行的了 都要準備一些MV 都要多多支持才可以拍得更好一些 這些MV 然後再出街 我們都在趕工中的了 但剛剛搬宿舊 可能忙一些 但是現在在這裡儘量在創作的 其實接下來是會拍哪一首的MV 可不可以透露一下 其實是一些新歌 其實都是 有幾首 就是還未發布的 有在一些show 有玩過一兩首 是玩過一部分 但是會整個故事整個概念 去呈現出來 所以都充滿了神秘感 觀眾可以留意一下 因為接下來就會有MV 所以MV已經是構思了 怎麼拍還是 其實有故事 但是都要找到整個班底 可能一些美術 或者服裝 之餘之餘 都可以抽出效果 抽好了 你不喜歡男主角 男主角就要一個女的 女我也可以的 我戴個假髮其實都可以 你給我一點時間 要一點時間適應 還是 給我一點時間 再想想 我等你 你真的要回覆我的 我想到壞 我認真的 女我也可以 其實我身材都可以做好 不斷幫自己 好 好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問你 有沒有想過剃髮 還有之前就 胡蘇摘了一條鞭 為什麼要解了一條鞭 有的 我有想過的 但是看不看 是一回事的 而且我都會收 我都會收一下這鞭 那之前是留 試一下做到一個 分鞭 因為那時候都可以想一下 我每年都可以做一條 然後可以 看看有沒有善養人翁 可以喜歡這條鞭 可以批發出來 我就拍賣這條鞭 所以現在你解了 是不是已經有人拍賣了 我儲了 因為還未有的 我想儲多些貨 或者是 時機未到 喔 儲了 所以你的目的不是拍賣兩條 而是要大批地批發出去 你有沒有興趣 如果你找我做女主角 我都可以幫你 翻一批你的秀 你有沒有名字的 你的秀 你會不會有什麼 稱呼 鳳梨酥 鳳梨酥 OK 我們到時交換 或者交換 你找我做女主角 你找我做甚麼 我買回鳳梨酥 好嗎 希望大家可以成功交易 我們下一個問題 如果不做Webber 會做甚麼 有沒有想過 為甚麼會開始走Webber 這條路呢 可能就是因為 突然有些show 開始找你 有些大學的show 酒吧 開始找你 然後發覺 這個也算是一個方向 會不會是可以 持之以行做下去呢 那時候是做些甚麼 那時候都是做 Sales 或者是執瘡 那時候不是很知道 這個世界是怎樣運作 在眼界沒有那麼搏 會打算做Sales 覺得我很好玩 收工去玩 但是後來發覺 原來這個世界 還有很多行業 很inside的行業 Marketing 或者這些其他東西 立刻執入都有 所以如果我沒有做Rapper 我想我還是做之前 繼續做下去的工作 明白 或者我這樣說 譬如現在你本身是Rapper 有唱歌 各方面 最近就做電影 做演員 那你將來有沒有 有些甚麼是自己 一直會想去嘗試的 有哪些範疇會想去嘗試的 我想我自己都是 幕前幕後 跳出跳入的 因為在這部電影裡面 都是幕前的工作也有 然後後面寫歌的工作 甚至跟導演一起去量度一些東西 其實是正的 因為其實自己 有時候就沒有讀到 一些拍攝相關的東西 其實我有時候是讀Animation 即是做動畫 那些東西 但是都還回來了 但是起碼知道怎樣 繼續去形容 那個3D Program 如何運作 都學會知道是甚麼 但是 OK 我現在這樣 涉獵了 例如多些音樂 或者影視上面的東西 我想 接下來會做些甚麼 我想想多些故事 在影像上面 在影像上面發揮 所以接下來反而會多些嘗試 可能是拍電影 或者是影片這方面的東西 或者是讀一些故事 都有興趣 再繼續做一些電影故事上的創作 其實 哦 那幕前幕後呢 譬如現在有做幕前 有做幕後 有沒有覺得哪一種是自己喜歡的 還是其實兩種都正的 因為我自己寫歌 非常慢 因為我又喜歡慢慢剪 這樣很適合市場效益 我做這些方法 所以才想會slash 那些歌 我就慢慢寫 中間可以去做其他東西 那我自己都喜歡這種方法 希望這種方法 在我身上 或者在我團隊這邊 是走得通的 那通常你寫一首歌 大約是 平均是多久可以寫到一首出來 其實快的 我試過一天就寫到的 但是慢的 我試過到現在都沒寫完的 兩天都有的 都扔下一些歌 有些是七八年前已經很喜歡的歌 但是到現在都還沒 可以坐著 或者尾 去到覺得 可以落筆寫完 那個故事裡面沒有的階段 都有這樣的個案子在手上 不過我創作這些很有趣 有時候真的好看那個感覺 有時候感覺來不到 你就一直保持著 是不會動那塊東西 或者一感覺來 可能你兩年弄了 但是一瞬間 可能幾個小時就搞定 所以可能 這些不是一些好的例子 但我看到 其實很多都是這樣的 不知不知道 我看到很多都會是 就是這樣 看那種感覺 但是突然間的感覺 一來的時候 就會這樣 那種靈感就會自家溶出來 我不知道是不是 神來之筆 有時候就會是 但是真正 平時的生活上 做得準備好一點 做得準備好 每一個創作的機會 只可以這樣 那你平時寫歌的靈感呢 你通常從哪裡來呢 都是觀察身邊的人 還是會是自己的故事多些 我想了一個故事出來 或者想了一件我想說的東西 我才再去圍繞著那個主題去寫的 那你帶你的故事是怎樣出來 是將自己一些看見的東西 還是你身邊朋友的經歷 有幾款角度的 有些是自己的經歷 有些可能想到一個想法 那我就會透過不同的角色 不同的角色去寫 例如半杯水 我會形容故事裡面 有三個人去看待半杯水 是半滿 還是半空 還是 埋怨 為什麼只有半杯 那之後也有一個相對此的作品 例如未必未必未知 都是三個角度去看 到底他看這個世界 是覺得未必有機會 未必有機會 還是未知有沒有機會 這些是不同的手法 我去寫歌 故事 那我這個所知 你小時候是有讀過佛教小學 是嗎 是呀 那時候是不是也要讀佛學之類的東西 有呀 然後我妹妹也有讀佛教中學 我也有拿回 因為中學我不是讀佛教中學 我也有興趣去看 其實中學會教什麼佛學的 因為我沒有經歷過 那跟小學那些不同 所以其實我只是打了一個小小的基礎 然後其實自己有興趣 再覺得過往學識的佛學 可能影響了我哪些東西 幫助到我 那我自己就再上網去 在那個路線上面 再看一些相關的知識 因為其實佛學都很 佛大精深 所以 嗯 對 所以創作的時候 都會拿回佛學的故事 然後用回到 因為佛學都陪伴了我成長 所以這些都是 一些和我並行的東西 那我創作的時候 都會去抽出來 呈現出來 溫庸 明白 好,我們下一個問題就是 跟JB 我們認識了很久 因為我們去看跳舞battle 不同hiphop範疇的一些人 去溝通 因為會去看跳舞battle 去學一下 那些flow可以怎樣變化 他們怎樣去捉一些拍子 其實那個階段 已經看到JB 很久之前 其實已經會寫一些作品 都會看到這個人好像 有些東西 但是都會覺得 會不會全心去做Rapper 這條路線呢 都會期待他的作品 一直都會 明白 好了,我們繼續有下一個問題 就是要你做一個抉擇 會想做一首有很多收入的歌 但是自己不滿意 還是自己很滿意 但是沒有什麼收入的歌 為什麼不可以? 又有時候 對 甚至有時候你真的 你很想做一首很好 又有很高收入的歌 誰知道都是做到 其中一個要求 所以什麼可能性都有 但是我覺得出發點是 有收入 或者叫做很平 又自己喜歡 當然有些歌 反而是自己很喜歡 但是其實都未必說 立即會有很大的認受 都會有這樣的歌 有些人真的自己喜歡 我不是一次過做 一批一批一批這樣做 我自己都會偏向是這個創作方式 哦,明白 不過我想首先 其實創作最重要是自己滿意 其實你自己不滿意 你很難把它扔給別人 或者我都覺得 我都不喜歡這首歌 我不會 我給你看一首歌吧 你都不會覺得這首歌 扔出去是可以大賣 或是你收入大賬 我想這個對 其實剛才真的要自己滿意了 否則你都不會拿出來給別人看 是啊,有時候可能 你做一些實驗的時候 你都已經不是很大路的事情 但是 哎,我覺得過癮 可能 滋音的數目會不會很多 但是 如果你做自己的事 很實在 很close的聽眾 滋音 是的,或者你們的思想那方面是很接近 所以先讓大家 對 對 講到這裏 有沒有哪首歌是自己最喜歡的 不同階段呢 聽不同自己的歌都有不同的感覺 其實這一陣子我都會說 飄流轉 我都覺得自己挺喜歡的 因為其實那首歌 真的自己去 融合了一些 中式的元素之餘 有段落 有故事性 還有我 這首歌的時候 一直都會想起 誰聽到 例如想起什麼人 是想起黃之馬 我也喜歡這首歌 所以你會想起 聽歌的人是誰 是的 這首歌是給誰聽的 或者這個作品是想誰看到 是想告訴誰 是想告訴誰 有訊息帶給什麼人 都想他聽到的時候 是feel good 或者傳遞到訊息 好的 好,那前陣子都看到 狂舞派3的照片 你就跟 事當真他們合作 拍了一個 狂舞派2 Yeah 有沒有什麼趣事 可以分享一下 跟他們合作 那個創作的方式 我覺得 挺好玩的 如果有機會 都很想和你們試一下 對 跟其他人試 肌肉方式很好 為什麼 因為我本身都在工廈裡 生活 在一個階段 甚至有時候 真的做到很厲害 很厲害 我很喜歡這樣的 我搬去一個工廈的時候 我就會走完整棟工廈 會看看那棟工廈 還有什麼人在 有什麼可以穿到 我會說他在村莊 你知道的 我去過澳門 可能有些藝術圓區 但其實香港是沒有的 所以不只要透過自己的能力 去達到 好像藝術圓區 那樣的效果 所以我會這樣去做 你只是看看他們的牌 還是真的會打招呼 我走完整棟 掃了整層 然後看看有什麼 公司 有什麼創造公司 會不會是誰 可以吃的 然後可以配什麼 因為他很肯 我覺得挺好玩的人 拉近人和人之間的距離 很有趣 那有沒有試過 真的見到一些朋友 或者因為這樣而認識到一些 很配合的朋友 有的有的 有的有的 在隔壁有的 隔壁有的 很適合的 我先來看看 這個厲害了 因為我們真的在街上去成長 有好有不好的 其他方法都有其他好處 找回自己適合的感覺 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人和人之間的隔壁很大 其實隔壁鄰舍 就算你住在隔壁那些 可能你只是說個嗨 但很少人會像你一樣 搬到一間新的公共大廈 然後慢慢看看周圍有什麼 我覺得這件事很棒 我覺得這件事 好玩 然後就是想說回 狗派2那段影片的時候 我立刻做歌 那晚就做歌 打給Lotman 然後他排舞 我們做個歌 你要跳的 不如你過來 然後他在觀塘附近 過來 然後一起去做歌 然後我知道Lotman過來的時候 不如跳過來 又是收過來 因為他負責天道 然後他真的在葵聰立卡 飛機過去 即是拍攝團隊的不同部門 一起去看看那個歌 大家都覺得這個歌 然後那個歌之後 我和豪哥寫了兩個凌晨 兩個通宵 第一個通宵 寫了一半而已 然後不行 很累 已經自動關機了 坐在裡面 然後到第二次去寫的時候 他們已經拍了一些背景 然後第二段 不知道怎麼寫 怎麼賣美好 有背景 不如你看一下 有沒有寫的東西 是關於他們拍了的東西 所以就可以很緊密 整件事 有提到交拖鞋 或者梳擺 這些事情 可以發生到 所以如果有機會 都想跟不同的團隊 可以這麼緊密 做到一些創作方式 好好好 不過可能我們要等 開關了 應該要 馬上乘船過來 直升機飛過去 神經病 所以你們其實還在創作 這首歌的時候 那邊已經在拍攝 是同步進行的 這位是嗎 是啊 但是不錯 真的現在挺好玩 黑軍銘機 影片都一樣 頭部派3一定要看 頭部派2都可以看一看 很棒的 很搞笑的 謝謝謝謝謝謝 那就差不多了 我們已經要進入這個 很電影的 好像兩個人明知道 今晚要決一死戰 好啊 好朋友 還不吃完餐飯 差不多了 先君子後小日 剛剛聊天的過程 我一直在想 在想一間要和你比賽 不能進入狀態 我已經 放開了自己的 我想問一下 要丟丟丟 我真的沒試過 我想問一下 要怎樣壓開頭部 這個就馬上 燈業變壞了 哇 馬上氣氛變壞了 我們知道了 我們不用 我們沒有認識 我們知道我像鬼一樣 我想問要怎樣開始 就是 通常這個 這個什麼 Fist Out Battle Fist Out Battle 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寫了 沒有啊 這個是觀眾的問題 沒有的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 太過 聖之不武 試過一兩腳 沒有啊 很大的決心 你聽到這個嗎 他有鼓鼓給我了 你先啊 沒有 沒有 你先 你盡情一點 你不用疼我 不用留尊嚴給我 你當我是你仇人 我現在比較多 Fist Out 但是 你說去想怎樣 罵一個人 我很久沒做這件事 你讚我 所以你先 你先 好 我想看看你那個是怎樣 我想 拆解你 當我聽著這個beat 嗯 看到加蔥 但是我吃飯不會加蔥 你知道我是塞洞 可以有支靠津洞 我繼續在這玩 因為我 不怕打牌 不會怕卡洞 欸 嗯 你們看到嚴禁吸煙 但是我們繼續在這可以唱所欲言 欸 因為你們給面 知道你顯然意見 你知道現在已經去到凌晨的4點 但是我都繼續在這 wrap 繼續在這說話 繼續在這玩 因為不怕那半腳石 OK 我玩了幾多個巴刀 是沒有問題 所以加蔥就要馬上 去pass那一支咪去澳門 啊 我們不怕悶 開關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飛日本 啊 他等我玩完 但是還沒玩完就算 因為繼續在這團圓 欸 因為今天是完宵節 沒有什麼分別 繼續在這要玩一支咪 take it easy yeah 如果你當這個就是battle wow 我只是想跟加蔥吃個channel wow 好厲害喔 但跟我預計的完全是不一樣的 我還想著 狗來的 狗來的 我還想著你是會不停去攻擊我 但是我小時候會攝�一下不同形態的rap 這樣 在電影裡面也試了很多不同的形態 但是很累啊 你明白嗎 經常要想怎樣罵人 經常提防怎樣被人罵 我很累 所以我已經 我已經 沒有什麼 很想做這件事 那就糟糕了 證明我們沒有夾過 因為我腦海裡面 我幻想你應該會罵到我飛起 其實我自己有準備一點 就想著跟你say sorry 我的頭髮型 發熱了五尺 我怎麼辦 好 好 好像說 真的不好意思 你的battle 不是我主意 然後 一連轉 一連轉 你先去吧 你先去吧 這兩句 OK 完了嗎 兩句 完了嗎 我寫了兩個凌晨 OK OK 我先嘗試看 OK OK 今天我來訪問Hey Yo 本身打算被她吵 我還打算跟她說對不起 我 太尷尬了 這個氣氛 OMG 我們 我是一個主持 我是做訪問 今天我 你又是Battle 不是 我講一下 不行 太尷尬了 對不起 一時衝突 我們下次有機會 不要理她 不要理她 再慎容你 破壞我們的友誼 不用理她 不過不怕 我覺得我今天不夠睡 所以狀態朋友 你會不會介意收我做徒弟 不是 我給我 這陣子有些忙 去吧 不要緊 我前陣子去看相 看相佬說我80歲 我等你 我等你忙 我就先拜 總之我這段時間 我就出去 跟別人比賽 總之人家有什麼事 我就說 這屋是我師傅 嘩 羅緝呢 在哪裡 羅緝呢 總之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我們就拍了 師傅 OK 總之我今天開始 我就每晚去街上找些人比賽 對 你試一下 你試一下就有試過 因為很累 每一個人都想到 被他罵他 我挺喜歡一個 Battle的MC 他也有做過 美國的 韓裔的 叫做Dunfander 我喜歡他的手法 可能是一些 河湘大雅的Dephunt 幾乎幾乎我可以看 多謝你師傅 立即 第一天拜師師傅 就給我一些東西看了 好啦 今天我們真的再一次 多謝Hey O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 在澳門都可以支持到 狂舞派3 我們聽一下Hey O 的新歌 就是狂舞派3的主題歌 歡迎來到這個城市 對 歡迎來到這個城市 再次多謝Hey O 記得留言 還有看視當真的 狂舞派2 都是非常棒的 好 多謝家聰 多謝多謝Hey O 多謝各位觀眾 再見 拜拜 拜拜 大家看完片 就記得留言 分享和訂閱 拜拜